亨特·拜登是共和黨彈劾調查總統拜登的主要證人 他星期三現身國會山莊出席眾議院共和黨人舉行的閉門取證會 亨特·拜登在這次調查中再次堅稱他自己的父親 並沒有參與他的商業交易,並表達出了藐視的語氣 稱這是針對他家人的毫無根據的黨派追捕 星期三,伊利諾伊州的一名法官以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叛亂條款為由 將前總統特朗普從蓋州的可選選票中刪除 成為第三個試圖將特朗普從選票中剔除的州 伊州的副黑院的特雷斯波特法官發表了尋常的裁決 命令州選舉委員會將特朗普從伊州的3月19日的初選選票中刪除 CNN星期三下午報導稱國會領導人已經就聯邦政府的一些撥款法案 以及一項短期權宜措施達成協議 該措施將延長政府資金並防止在星期五晚間的最後限期之後 部分政府關閉 該協議將繼續向老兵事務部、農業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交通部和能源部等機構提供資金直至3月8日 此外其他六個機構的撥款期限延長到3月22日 包括國防部、衛生部、國土安全部等 美國、墨西哥和邁瓜地馬拉官員 星期三獨愛表舉行三方會議 共同討論移民問題 此舉表明 拜登政府試圖解決已經成為選民最關心的問題的邊界問題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表示 此次三邊會談將聚焦系推動人們移民的條件 包括貧窮、暴力和官員腐敗 此外會談正值危地馬拉新任總統 貝爾納多·阿雷華洛上台後沒多久 阿雷華洛主張解決腐敗問題 他在去年8月獲勝並在6個星期前上任 根據一項新的民意調查 在至少7個可能決定大選最終結果的要擺州 前總統特朗普獲得的支持超過了現任總統拜登 彭博寫神間顧問公司公佈的民調顯示 當選民被問及在假設的大選中他們會支持誰時 拜登在幾個關鍵州落後於特朗普 包括阿里桑那州、喬治亞州、賓州、麥西根州、 北卡羅來納州、內華達州和威斯汗信州 有很大部分受訪者對拜登的年齡表示擔憂 但相當大的比例 亦認為特朗普很危險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